嗨大家好 我是海帶爸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台的 Nabson的第二屬性 為什麼特別開箱這個呢 它只有一個功能 這就是掃描器的功能 不過呢 它價格有點讓我匪夷所思 在我以往Touch的三系裡面 你會補給本來大概兩三萬 這我覺得OK喔 繪圖卡十幾萬 都還算正常 我從來沒有想到 掃描器 一台居然要 不管多元 就只有這個功能 這真是讓我嚇到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需求呢 大家都知道我職業是律師嘛 我們常常會有收到 當事人給我們提供的資料 我們事務所的SOE就是 收到的資料我們都把它掃描 但是掃描的指章有大有小 發現一般的15G 它掃描的功能其實還蠻 也就是說它滾輪其實沒有到那麼好 除非你要手動了 可是手動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太浪費能力了 有時候當時一給就一點 不就整天都沒了這樣 整天誇張一點 但是半天應該是有的 所以呢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 可以使用的產品 好奇之下 田園菜也沒有反對 我又買了這一台 大家看 還沒有拆公開 其實我們事務所 其實還算蠻多文的 如果這樣子掃描的話 其實還蠻浪費人力的 你看它其實包得很密實 那我現在就一個一個把它拿出來看 這個set有什麼呢 為什麼要筆電在這邊 standby呢 因為等一下馬上就連結 連結之後呢 我們就來測試 看它的賞的功能如何 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 好像可以超過A3的可以掃描 另外就是你紙張大小 很不浪漫的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Type B 電影片 電壓器 這應該是本體 本體看起來應該是蠻大的 然後本體裡面 有個說明書 還有個光臉 那時候在網路看影片啊 我以為這個東西會配那麼大 我想說要少個A3的紙 它應該會很大的 我來的時候這麼小拍 我真的有點嚇到我 到底不能少秒A3的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 要去找一個A3的紙張來試試看 我買的這應該算是 都高階吧 沒有到高階 因為高階的產品 有些它可能 直接有網路的功能 這台 不是在裡面有網路的功能 其實啊 我在網路上 我都不知道說 它的背後的接頭是怎樣 所以 我覺得我在介紹的時候 應該會特別講這個 插電的 然後這個是 Type B的接頭 所以呢 這麼貴 但是它沒有網路功能 Epson 它的掃描器 更高階的 它其實是會有內建 網路的功能 或者是說 你可以買它的選配 我想一想 辦公室反正用 虛網的方式 讓大家都配多個刀就好了 這樣把它裝上 那等一下試試看 又拉下來了 哇哦 這個 就代表說 做得太鬆了 讓我直接一拉就拉起來了 是這樣嗎 所以 紙揪到這邊 就不太對面 所以看起來是 這樣可以拉出來 看起來這裡面 有滾輪 其實這個滾輪的好壞就是 你在讀取那紙張 它是不是能夠很順利的讀取 其實還蠻好裝的 好像有個卡榫 這真的能讀A3嗎 有耶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看 它這邊 有呈現出來說 也就是說 A3可能是從 這邊最大的進紙面積是 A4 所以是這樣下去 我去想辦法找一個 比較大張的來試試看 看起來它並沒有USB介面 所以它可能 直接要跟電腦連結 連結之後呢 把它儲存在電腦 我認為應該更高檔的介面 它應該可以直接存在USB上面 欸 我記得有USB嗎 是說它可以存在裡面 其實他們期待的 它到底有什麼功能 我們來開機囉 裝起來是這個樣子 好 現在開機看看 離我一下 欸 為什麼 不好意思 因為我接頭沒有接上 這也是 有了耶 Apson的字樣已經出現了 然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 通常來講應該是 安裝完Apson的驅動程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電腦介面打開 然後這邊掃描的話 原則上應該是會直接到電腦裡 然後應該可以選擇的有 JPG. 或者PDF.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已經準備了一些紙 各式各樣的 這邊有一坡 是A4的紙 然後是雙面的 這邊 我女兒的貼紙 不規則形狀 這也是不一樣的大小 另外這個 送女兒自己在那邊畫 這個是A3的大小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安裝完軟體之後呢 安裝完之後除了桌面上多了這一個 Apson說明文件之外 並沒有看到其他的層次出現在上面 可是這邊有出現一個掃描 那我看它會變成什麼樣 放下去之後呢 掃描 OK 發現有些狀況 第一個 看不到它要操作的介面是什麼 紙放下去之後啊 我剛才按了掃描 它就變成掃描成PDF 但是這裡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掃描設定嗎 按掃描 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欸有耶 這邊有耶 我東西一直跳 一直跳 哇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它現在其實是非常混亂的一個狀態 這個可能 這長度要怎麼去設定它 因為我剛才實際是把它撈到最長 就是撈到最長 你看它就噴得到處都是 我剛才有看到它這邊的畫面 它寫說掃描成單面 所以它變成了 你的順序嗎 所以我剛才是這樣放 這樣放的話 這個可能是在最後面了 剛剛的速度是單面 我要想辦法把它設定成雙面 它少數其實 遠遠超過我的形象耶 所以其實它只要跟電腦連結之後呢 你按下去就啪啪啪啪啪 就PDF這樣就出來了 只是說 要怎麼去設定它所謂的掃描的雙面 如果我這個要放第一面的話 要這麼白喔 誒 又開始來了 可是這樣子好像有些疑惑耶 它這邊還是呈現一個 單面的狀態 怎麼變雙面呢 無法從外部軟體設定多頁 深測時使用 誒 要怎麼去設定雙面呢 這真的是好困難喔 可是如果它不能雙面的話 我說實在的 它這樣子就有掉漆了耶 可是這上面明明就寫說 它可以進行所謂的雙葉掃描 雙面 誒 已經出現了雙面了 有耶 它你看就是2468 就是偶數偶數的跳 其實你看像這樣的話 其實速度算是還蠻快的 超乎我的想像 OK 它剛剛告訴我說 有 是一張一張的出現 OK 其實感覺還不錯 我們接下來試試看說 八股放 這裡齁 有A4大小 當然也有A3樓 這是A3放得下嗎 不一定 不告訴我的A3 要怎麼進去嗎 啊 了解了 所以說呢 有可能要少量A3 它必須要把布套丟進來 它必須要放到布套裡面 哇 其實Epson也蠻厲害的 它好像沒有A3布套吧 對我剛剛所采的 那現在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來預測去一個部分 大小指掌丟進去 中間多了這一張 然後再多了這兩張 看看它會熱門去掃描 OK 好 前面還是就很順暢 後面可能就是重點了 價值 如果我們買到了A3掃的布套 我們來看說 它到底是怎麼使用的 目前的需求性可能沒有那麼大 有欸 又跳出來了 欸 有喔 不過看起來 它在你丟進去的時候 它也會幫你大概採切一項 說你的指章的大小 就是幫你採到一個範圍 所以也是有整色的功能 其實感覺還不錯 但是前提就是 你最好把它放得越正越好 像我剛才手續其實放得有點歪歪 所以它就採得有點歪歪 就整體上來講 它是可以接收的 OK 我們現在就來做個實測 我們比較值呢 有兩台都是Epson的 再來是Epson的 ALMX300 它就是一般俗稱的飾物機 它有變異的功能 它真的功能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的功能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一跳呢 就是我準備了 各五張紙 然後放下去 看看哪一邊掃的就好 我都是給它掃雙面的齁 這放下去其實很簡單 放下去之後呢 對齁 然後它就出現了掃盒的支揚 我等一下那個掃盤程式就開始了 它這邊設定給我幹嘛還一點啊 因為我需要先操作個電腦 然後把它放下去 它才會知道說 我現在就怎麼這樣子 為什麼需要按呢 因為這一台啊 我那時候介紹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網路功能的 所以它是直接連接到 某一台電腦 它其實也可以直接掃瞄到 這裡面的記憶體 但是呢 非常的不好用 我自己曾用過 所以我現在都是用網路去連接它 我用其中一台電腦 打開連接到它之後 看我把它設定到掃瞄到哪裡去 那又可能是掃瞄到 我自己的電腦 或是這台電腦 都可以這樣子 我剛剛已經設定好了 這一台在雙面 然後這邊有個功能就是 我不用每次跑回去 它只要那邊程式連接到這裡啊 它就會鎖定這一台 除非時間放很久 它自己關掉 然後它鎖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操作 也就是說 你在這邊按的時候 不用每次再會跑 就可以在這邊按 然後這邊很簡單 這邊按著掃瞄 選擇程式的 按著OK就可以了 那我們開始講 同步喔 1 2 3 開始 期待看哪一台就好 另外一台沒有動啊 這台它已經少了很多張了 我沒有按了喔 沒關係啊 就多送對方幾秒 原是6張 我已經少了 它剛才少了一張了 沒有 它少酸面的啊 它也是少酸面啊 所以 這個還已經算不錯 我們等一下幫它再測試一台更中骨 它才在用的 它是Epson L350 我們等一下測試給大家 那你不是說 這台會藏卡紙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怕等一下 一直在那邊修那個卡紙 所以我今天放的紙 是比較厚的 它可能磅數沒有到80磅的 就很容易卡紙 現在已經發現了 卡紙了 有沒有看到 薄的 這個大概是70磅的紙 已經卡了 那我們去測試另外一個 這個啊 欸 我們等一下 為什麼在裡面 欸 等一下 我好像 傳統的掃瞄器就是 這台電腦要按一下 電腦一定要按一下掃瞄 然後才可以掃這個 我好像沒有關它的程式耶 這個是這一台 L350 就這樣啦 就這樣手 1 2 3 掃瞄 就是這樣 一根都會掃很久 掃很久 好 OK 就這樣囉 好 今天的開箱 大家辛苦了 感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訂閱的話 我就讓一個40歲的老人家 側房給你看 欸 有欸 有